是不是 刚才讲以前有一个肯德基说 这不是肯德基 这不是肯德基 然后在地上打滚 很多人看到柯文哲都变坏 说这不是柯文哲 这不是柯文哲 因为他在2014年的当选的时候 其实也是极小胜回 我们之前讲 现在不是在查说 你现在怎么会有人捐款给你 没有拿到发票 怎么会你这个账做得这么乱 可是在2014年 2018年的柯文哲不是这样 2014年 2018年的柯文哲是 每笔账都弄得非常清楚 当别的候选人那个账还不清楚的时候 他已经公开上网 公开上网把我每一笔账谁给我的钱 清清楚楚交代 进账跟出账 而且都有SOP 跟他现在完全都不一样 你说一个关键时间点 因为你当了议员一直见到 2019年阿伯突然变了 阿伯2019年之后 阿伯的SOP都不见了 阿伯变了 阿伯变了 为什么阿伯变 是谁让阿伯变 给了他什么东西 阿伯整个人都变了 我觉得就是金华城要去查清楚 说明白的嘛 大家都知道 你说金华城是阿伯的第一个魔戒 是 这个魔戒很大很重很漂亮很喜欢嘛 戴上去之后拔不掉嘛 所以对柯文哲现在来讲 只要讲到金华城晚上就睡不着嘛 原因就是如此嘛 但我们要好好来看一下金华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金华城争取农机要从392突破这件事情 是从好龙斌的时候就开始争取的 柯文哲第一届也争取 但柯文哲没有理他 没有理他 因为当时的副市长是谁 林青龙在主管 所以第一届完全就2014年到2018年 金华城有没有申请 有申请 可是当时柯文哲的态度是完全不理他 对 有申请 有陈勤 而且陈勤的议员是同一个人 柯文哲就是没有理他 为什么 因为林青龙说不行嘛 林青龙在议会接受议员的咨询的时候 就说金华城的龙基就是392 这就是台北市政府的立场跟态度 包含林周明也完全一样 但到了2018年之后 林青龙离开了 林周明也被李文中逼会了 换上的是谁 换上的就是彭正生 换上的就是黄珊珊 彭正生从高雄来 她在台北人生地不熟 是不是会认识金华城 我不知道 不过几率很少 但是我要讲的 2019年10月之后 黄珊珊上任副市长 对 黄珊珊对金华城要不要了解 要不要清楚 应该要了解 应该要清楚 因为在议会 好多议员质询嘛 然后市长也给过承诺嘛 黄珊珊该不该知道 该知道啊 结果在3月10号 这个会议里面 金华城要求争取 更高龙击的时候 柯文哲说 好 曾经人的诉求方案 送都发局 必提示都委会 研议 这件事情 你黄珊珊 为什么放任 柯文哲这么做 你不知道他就是 违法违规的吗 对 是 你为什么让他做 而且你特别提出来说 黄珊珊 你为什么会在里面呢 这个到底谁管的 是彭正生管的 结果彭正生不在 黄珊珊在里面 是 而且我更重要的是 黄珊珊在里面 黄珊珊如果当场不好意思讲 你私底下为了老板好 你也要跟老板讲啊 你要跟柯文哲讲说 市长这不可以签 这签就有出事了 你绝对要去土城 要入监狱的 是不是 结果没有 他就放任了让金华城 接下来提陈秦 然后柯文哲交办之后 都发局还往上陈 要柯文哲确认说 你确定哦 你真的要让我把金华城 重新送哦 这件事情 这个黄珊珊不知道吗 黄珊珊通通都知道嘛 那黄珊珊你的立场是什么 你是睁一只眼 逼一只眼 还是你乐观其成 但说北今天黄珊珊讲了 你如果我 你告我就好了 不能这样讲 我补一句 黄珊珊是 这个三月对不对 她是前一年的十月 当副市长 对 你知道不是一开始 这个是拍板定案嘛 三月十号开会 三月十七说 就研议就给她 进入这个都省的阶段 这个就是青州与郭万重山 好 我跟你讲 我们我跟金华珊珊 都是金华城小组 你知道连这一次 最重要的一次 跟全部的陈秦案 你知道郁小薇开了几次 开几次 几十次 搞清楚 我讲个概念给你听 你说她之前开了几十次 包含在她研究所 研究室 也算 好 结果前面都没有 对 一直到了2019年 不是这一次开花结果 就成功了嘛 对不对 好 而且三月十七 然后怎么样 到了四月 四月六号就过来 三月十十号 是不是开这个会 对 三月十七 是不是收到 省金星的诚纪书 对 四月六号就给她 进入都省 太快的效率了吧 有节奏的 我先开一个 所谓的议员的便当会 便当会之后 省金星就知道说 我该给了一个诚纪书 曾经书给了以后 就送都委会了 所以你看这个时间嘛 议员的便当会三月十号 然后省庆金 送陈情书 是三月十七号 对啊 来四月六号 在下面的那一张 四月六号 都发局送专签问市长说 金华城是不是要送都委会 柯文哲马上四月十五号就签了 就自己盖章 接下来送到都委会之后 十月二十七号 就核准金华城 可以准用都更 得到二十%的龙基奖励 整个龙基可以到八百次嘛 所以柯文哲的两三个章 护送了金华城一路顺丰 我要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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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珊珊 你的态度在哪里 如果这是不可以的 你既是二十一年老经验的议员 你又是律师 你为什么让市长这么做 这是第一个 但我反问一下 你今天也不够长 我就是一个副市长嘛 这个不归我管的嘛 你知道吗 不在一起 我会不谋其政 我就不管 那还是说 现在你黄珊珊到了市政府之后 真的 阿伯就不一样了 宝洁哥我告诉你 黄珊珊应该要告诉大家 金华城有没有跟他陈情 金华城有没有跟他陈情 如果金华城有跟他陈情的话 这所有的内容 他都要知道哦 如果这个事情是违法的 他为什么让市长去这么做 到底他有没有推破助澜 他的角色是什么 那如果 这退一万步来讲 如果今天的副市长 还是林青龙 你觉得金华城可以拿到八百次吗 我跟你打包票 他绝对拿不到 为什么是黄珊珊之后 他就拿到了嘛 黄珊珊还是要讲清楚说明白 到底金华城有没有跟他陈情 结果他今天不敢回答 他说如果有问题 就叫我简出培去提告嘛 可是我觉得可以这么厚脸皮吗 你的态度到底在哪里 彭震生看起来已经全部招了 只要彭震生一招了 阿伯就跑不了了 彭震生有跟简出培通电话 本来我们8月20号 那一场要来 我们不是一个资讯华城的一个小组吗 后来当然检掉船了 结果就不来了 重点是什么 他今天是只是限制出海出境 这个不是重宝就是收押 因为他是主旗逝者 他一定共出组织要我这样干 而且我当初 我连这场我都不参加 前面我都散 我也交代 因为都委会 你的彭震生散开这一场 他不能来会出事嘛 那个什么 黄珊珊以为他律师很厉害 这个才是老狐狸好不好 所有重点的时候 他都不会出现 他今天跟检掉怎么讲 我认为 那个董事长讲得对 我都招了 我也咬了柯文哲 那这一次我不来 没有哦 我不出席 黄珊珊出席哦 我是主办的副市长哦 我是都委会的主席哦 我都说前面 起起以为不可 不可以排进都委会 他一直反对 一直抗拒 前面一直抗拒 在二月一月二月的时候 所以他的防火 他爱做这个副市长 他非做不可 可是又不可以坐牢 所以他用折动的方式 该闪就闪 该咬就咬 到了这个检掉 我看柯文哲死定了 很危险 现在这鬼月 怎么民众党什么鬼事都有 连幽灵马车都大上了 对没有错 那么事实上呢 那么我上个礼拜 曾经在本节目里面呢 就直接讲 有关于那么金华城案呢 检调单位 已经约谈了一批市政府的官员嘛 对 然后后来也包括这个 相关的这个评审 都省委员等等嘛 然后呢 也约谈了副市长嘛 你没有发现柯文哲 今天吹真秋啊 今天吹车啊 你约谈我啊 赶快约谈我啊 不知道为什么 前副市长彭正生呢 要被限制住居 赶快约谈我 回去讲一讲就好了 没什么事啊 一属那时候呢 春风满面 各位你有没有看到柯文哲的眼袋 柯文哲的眼袋 你有没有看到他眼睛很抛 什么意思 他睡不好啦 我说拖拖的啦 他如果睡很好的话 他的眼袋会那么深吗 你以为他真的不在乎吗 你以为他真的认为说 简调来赶快约谈我 没事 我就全身而退了 那么容易吗 那么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好了 请问一下 台湾民众党说 这一笔烂账对不对 这一笔烂账呢 是一切千错万错 都是端木正的错 会计师欧北部对吧 41万以上的这笔烂账 总共支出是158笔 我刚刚去查了一下 那么台湾民众党把柯文哲 在这次选举活动里面呢 报上去的支出总共是 9653笔 那么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按照民众党所说的 千错万错都是端木正的错 所以那么检调单位 约谈搜索强制处分 应该是端木正跟他的助理 对不对 对 请问一下端木正不是说 他把相关的这个key in进去的 包给他的助理嘛 让他去赚嘛 那个助理应该自己本身也是证人 转被告嘛 那他为什么无保请回 他为什么无保请回 好 在这个案子里面 另外有一个公司叫做木可公司 木可公司的负责人叫李文娟 你说他的助理无保请回 对 请问一下木可公司的助理 为什么是50万交保 鬼也知道50万交保 一定比无保请回还要来得重嘛 那李文娟跟这个端木正 还要上电子脚僚耶 电子脚僚在我们的印象中 好像存在于是性侵害 性侵犯才会带的嘛 你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些 相关的人士呢 会要带这个电子脚僚吗 因为跟端木正的前任的老板 有关系嘛 朱国荣嘛 对 朱国荣叫他去报到 那结果台湾中华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 第一位搭乘豪华游艇 偷渡估第二天安 第二天安是渔船的你知道吗 就是朱国荣跑了 所以后来很多案子认定你可能会逃的 就给你加那个电子脚僚啊 那很多人会误以为 我觉得客人者可能误会了 他会想说他的大帐篷李文中好像没事啊 对 你錯了 為什麼 你以為說放回去就沒事 你錯了 放回去的 緊接著來又把他找來了以後呢 可能不是沒事 搞不好會出大事 因為李文綜在記者會上面說 說什麼 我的妹妹只是協助我而已 什麼意思 真正在操控整個大局的帳房 大帳房 不是李文綜 而是李文綜嘛 那麼 修李文綜 如果是 如果是端木正 那麼涉及這個偽造文書 亂弄進去 亂作帳的話 為什麼把木可的負責人交保 還要帶電子腳療 他的助理還要五十萬交保 也就是檢察官認定這家公司 有問題嘛 木可有問題 木可有問題 我請問一下 木可後面的人是誰 木可後面的人才是檢察官要辦的 他當然不是要辦李文綜嘛 是誰指示下令把錢給弄進去嘛 在這裡那麼跟大家預告一下 那柯文哲既然在他 陳佩琪他太太呢 甚至這天許下這樣的願望 搞不好他下禮拜就可能願望成真的 下禮拜 搞不好也有可能願望成真的嘛 因為中元節詭結 詭結就過了嘛 那所以搞不好他有願望成真的可能性 下禮拜是不是有讓約談柯文哲 那麼大家拭目以待 還有除此之外呢 事實上 柯文哲自己本身跟大家講得對啦 當然大家 如果你其實看過這9600多筆帳的話 因為我現在也不知道這9600多筆帳 到底能不能相信嘛 幽靈買車 130筆的計程車裡面既然有那些 根本不是計程的 根本沒有這個車牌的 根本早就已經不是的 你要我相信你台灣民眾黨的哪一筆是真的嘛 我沒有辦法相信嘛 但我知道一件事 胖卡宣傳車租賃費用80萬 租車費120萬 200萬就可以買一把 你們都可以買一部車到處跑了嘛 柯文哲自己 對台北他當台北市長的時候 對台北市民是如此的刻薄 讓你們U-bike前30分鐘免費卡掉不準 然後呢讓你在那個郊區的時候呢 你的那個機車免費停車卡掉 然後畫了一大堆紅線來處罰你們 我們這些計程車司機跟這些四小客車的車主 我不懂耶 他為什麼在用那麼多錢的時候 他在弄很多錢給相關的機構的時候 他那麼大方 這就是為什麼你這些錢讓我們覺得 你的使用是有問題的嘛 怎麼會有人 農了4比1300萬的授權金 莫名其妙嘛 你給錢給包給了木可公司 賺的錢不是給我 最後我有一個心裡面的疑惑 是我最聽不懂的 為什麼 柯文哲一張票8800塊 比蔡依林跟張惠妹的演展會還貴 包給了人家去做 我不懂啊 既然是民眾黨講的 這是商業行為 那為什麼賺的錢 不是立刻會回給民眾黨 而是改用捐款的方式處理 這個我就真的不懂了 好 玉鳳 該講到的 現在柯文哲已經添水了 非常說 趕快來約談我 趕快來約談我 看起來理直氣壯啊 他沒有在怕的啊 好 其實我覺得看到柯文哲叫 檢調趕快來約談我 趕快把這事情講清楚 說明白就沒事了 其實大家看到覺得他狠狠 我看到的是他心裡的害怕 什麼心裡的害怕 他已經被檢調折磨到 已經快受不了了 每天早上等著開門 我覺得他每天開門的時候 都很罵 開門就看到調查局的 開門就怕地檢署的檢察官 拿著搜索票來到他家裡 他現在不是感覺上是毫無畏懼嗎 其實北檢對他來講 算是非常的客氣 那個時候去搜索台風大樓的時候 其實要不要去搜黨部 那時候他們北檢有那一部去討論過 一般來講你去搜 以前的慣例只搜地方黨部 沒有去搜過中央黨部 所以那時候是給你一個 Service就說 好了 算了啦 我們到這裡 叫你們自己把箱子拿出來 做一個Sakura給這個民眾黨 可是當你這個 柯文哲今天來嗆聲 叫你搜索的時候 其實很有可能 他的願望就會成真 所以下禮拜有可能約談搜索 再來一次 你說你同意瑞德獎的 下禮拜會出大事了 我覺得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辦案要有節奏 以過去來說的話 一路一路走來 以他們現在來說 扣到的單據 還有民眾黨他們爆出來的東西 根本對不上 根本沒有辦法 你用一般的政黨的想法 或是一般的商業會計的想法 這就是一筆亂帳 一筆爛帳 所以對不上的情況之下的話 應該有所有的東西 都有蛛絲馬跡可以拉出來 所以查到最後的話 我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其實洗錢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洗錢過去來講是五年以下 但是今年修法了 是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所以修衡法之後 那時候民眾黨 在立月黨場還說要重判要嚴懲 所以才弄到了十年 所以十年來講的話 如果是涉犯到洗錢的話 這是非常非常嚴重的一件事情 可以到十年 對 會到十年 那為什麼說這筆帳 以民眾黨來講的話 大家想到一件事情 這個東西 我好朋友告訴我說 你看他這裡帳 大家看不懂 你換一個想法來講 這不是商業 這不是政黨 你就想 這就是一個黑道的堂口 今天去做一個酒店 這個酒店叫時間有限酒店 就只能玩五個月 五個月之後呢 這酒店就要還給人家了 所以呢 大哥就去做什麼 酒店經濟 大哥就去做什麼 做這種賠酒賺的錢 小弟呢就去A這個Moshimori 這些礦泉水 然後呢再小的呢 就去趴這個 這個外面的趴車 每個人都在賺 每個人都在A 有靠山 才靠水是誰 沒錯 五個月之後呢 拿錢出來支持的股東 來 查賬 沒有一條賬是對得上的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都 想盡辦法 有機會就弄 有機會就拿 所以你現在回頭要去查這賬 是查不清楚的 所以當姐弟要去 弄這個事情的時候呢 其實我覺得 陳岸起訴的機會 是非常非常高的 而且你說他不會只有一個案子 他會重案齊發 對 因為你在進去之後呢 你只要卡進去之後呢 李文娟是一個重點 李文娟為什麼他會被中保 那就是因為他是木可的負責人 木可在檢調來查的過程當中呢 抓到了兩個重要的事情 第一個 你這個50萬是你一開始成立的資本額 那你最後變成250萬 你增資之後呢 你要告別訴大家 那你這200萬 是誰給的 誰給的誰就是負責人 誰就是實際上的負責人 所以如果真的木可跟柯 或者是跟民眾黨有關係的話 那這個也跑不掉 好 所以蘇菲 現在在這個形勢上面 柯真的麻煩大了嗎 而且你長期在說 找這個金華城的這個事情 這三大案 三大案其實檢調也沒有放送 你說這個三大案 在跟這個所謂的政治獻金案 會留在一起嗎 好 講到政治獻金案 我先講我今天收到一個短訊息 應該是柯粉寫給我 他說去年我們捐款給柯文哲的時候 是懷著希望台灣有新政治 相信義務反顧拼一次 怎麼知道最後變成義務反顧撈一次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心情 很多去年捐給柯文哲的人 應該都有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 應該要把事情查清楚 他有義務要還 這一些捐款者一個公道 那至於金華城跟政治獻金 我覺得那個是小巫見大巫 金華城是涉及一個百億的容積案 所以當我看到檢調分七路 去搜索政治獻金案的時候 我心裡在想 你該搜索的不是政治獻金 而是金華城吧 會湮滅證據 會串供的是金華城吧 為什麼直到現在金華城 都還不處理 我也不知道 但我後來看到檢調的步驟 我大概慢慢理解了 就是因為收網收網收網 都是越收越小越收越小 柯文哲的口供已經變得不重要了 為什麼 因為反正他一定會說 我沒有我沒有我沒有 所以你找他不找他 已經不重要了 可是所有經手過的人 他已經幾乎全部都收網完了 已經目前到現在 大概已經約談了三四十個了 第一個經手過的公務員 第二個當時參與都委會的成員 開會的氣氛 開會你們發表的質疑的意見 有沒有被處理 有沒有人引導你們暗示什麼 第三個他的二把手 也就是處理這個的 僅次於他的最高層級 彭政生也被約談了 所以柯文哲到最後可能只是來 對職而已 你說沒有 那為什麼誰說你有 你說你沒有介入個案 那為什麼這個公文你這樣批 為什麼這個會議記錄你這樣子才是 柯文哲最後可能只是被找來對職 而不需要他再說什麼了 所以我覺得金華城的這個案子 我希望檢調辦得比議會快 那監察院也好 議會也好 檢調也好 我們三方的訊息應該是互通的 為什麼 因為這一次金華城的案子是 連檢調 過去可能都是檢連調 但是因為這一次是由 廉政署來指揮辦案 我之前有解釋過 因為金華城涉及的 公文資料跟法規太多了 那廉政署他下轄正風處 正風處下面有正風室 散落在所有的單位裡面 所以他在收集資料的時候 他是可以到毛細館這樣下去 整個這樣收集起來 所以我們專案小組在開會的時候 從第一次會議 我就徵詢大家的意見 就是我們每一次的會議 就邀請正風處的人派人來 那我也跟正風處講說 你就把我們的所有的資料 同步回報給廉政署去 大家對指嘛 因為即便檢調他們有搜索權 調查權 監聽權 但他們對於我們公務部門的流程 未必那麼瞭解 對於都跟都委會的運作 未必這麼瞭解 但是我們市議員 對市政府的運作是瞭解 有哪一些貓膩我們是清楚的 譬如說今天柯文哲說 他沒有對個案指揮辦案 我就馬上出示了一個109年的公文 就是他指揮辦案 因為109年的2月24號 都發局上了一個簽給柯文哲 裡面很明確的講到 他們跟金華城的官司拒絕和解 而且不同意金華城的訴求 就是12萬平方公尺的樓地板面積 結果柯文哲一邊蓋章說 好啦好啦 訴審訴決 3月的時候馬上就接受金華城的陳情了 直接要求進都委會 等於用都委會跟都發局打對台 都發局就是不要和解不要給他 但是他另外開了一個後門 叫都委會來處理補償方案 這不是對個案指揮嗎 所以像這種情況 我覺得最後我們三方的資訊 監察院因為他之前辦了一半了 市議會跟檢調所有資訊 一定會會留在一起 所以我希望說 檢調要趕快加速爭辦 市長 欸 之前我們常常講一句話 欸 這個所謂的假黨假替 對 我跟我講個張雖 我跟我講個慶腿 這是民進黨過去最喜歡罵國民黨的 可是如果欸 你今天如果去看整個民眾黨 他的發包 他的這個所謂的出帳 對 你也有那種歧視感 沒錯 什麼都吃 什麼都敢報 什麼都敢核銷 而且柯文哲過去都說 他最重視財政機率 每一分錢都要用到最大的好處 那你知道他這一次是什麼 我們看了木可的帳之後 還有看到他整個競選總部之後 他是每一分錢都要賺 賺到最多的錢 每一分錢都要賺 對 為什麼這樣說 保健 你看他這一次的會議 這一次整個過程裡面來說話 我覺得他用心給搞在什麼 你只要知道說 用心給搞在木可公司上面 你看木可公司他那天說 欸 我要結束營業 我要捐出來 捐了要四千多萬 欸 柯文哲竟然會做四千多萬出來 可見這一家木可公司 他就賺了四千多萬 保健他才成立一年多的時間 他賺了四千多萬 他怎麼賺呢 很簡單 就是從進總把錢慢慢的 一分一好的包 你簡單來看木可的帳 我給大家講兩件事 第一個 很多帳目是來自於總部 總部買木可的錢 所以木可可以賺 總部你跟我買的錢 第一個部分是什麼 總部給他這個所謂授權費 所以就是這樣 他什麼錢都賺在他的身上 所以你就知道 這一次檢調查賬的時候 你看 李文娟150萬交保 然後他裡面作賬的一個何愛婷 他也是50萬交保 為什麼都是針對木可公司的人呢 因為檢調知道 我只要把木可公司查得清清楚楚之後 柯文哲你擦翅也難飛 好 我們之前就曾經公布了 整個群群總部的政治現金裡面 交給木可公司的這樣的一個費用 這個費用我們當時就覺得很奇怪是 你幹嘛去買這個咖啡盒 你幹嘛去買這個中秋禮盒 你幹嘛去買這個計學物品 而且這一批一批的賣 對 現在剛剛講到 你連去租這個胖卡車 胖卡車一個是80萬一個是120萬 將近就200萬 200萬你都可以買兩三台的胖卡車 你幹嘛要去租這個車 後來現在開始有人質疑 現在大家開始追了 你現在這筆錢 你到底是去跟木可買產品的 還是這些錢 根本就是木可公司的成本 你今天給他的咖啡盒 就是讓他去做咖啡盒的 你今天給他這個所謂的服飾的 就是讓他去做服飾的 也就是木可公司 我完全做無本生意 我一毛錢都不用出 今天競選總部把我的成本都cover掉 天底下哪有這種無本生意的 寶傑我跟他講 事實上這是這個政治現金的這個賬戶裡面 是從這個柯文哲的賬戶 轉到所謂的木可公關 所有的這個費用裡面 好 我跟他講 這個其實很好算 為什麼很好算 我們跟他講 這就是木可公司的營收 木可公司的營收只有來自一個地方 那就來自柯文哲總部 只有一個 對 因為我就是賣給你嘛 你跟我買 我賣給你嘛 所以他的營收就是來自這個部分 所以他支出給木可公司的 基本上就是木可公司賺的錢的部分 好 那這主要賺到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他有授權金嘛 對不對 授權金來說的話 1300萬 我跟他講 授權金是百分之百賺 因為你給我授權金 所以授權金是我賺的部分 那我們只要扣掉什麼 柯文哲說我們捐出4000萬嘛 對不對 4000萬就是我要捐出來的這個錢嘛 所以等於木可公司賺了4000萬 那你只要扣掉1300萬 剩下的是什麼 剩下的是2700萬 2700萬他從哪裡賺 你看 這個總部一共給他4000萬 然後他賺2700萬 所以也就是說他成本只有1300 這個他支出給你總部的 這個4000萬裡面 他成本只有1300萬 他賺了非常非常多錢 他的4000萬就是從這裡面賺過來的 而且你講說 他完全是無本生意 對 我等於說我們之前講過 這個KP的這個商標是誰做的 是柯文哲親自本人做的 所以KP的這個商標是屬於柯文哲本人的 結果沒有想到你用了柯文哲本人的商標 你還給他授權費 對 講白了 這個就是你的營運成本 我的授權費就是讓你做無本生意的第一筆成本 你的第一個營業的這個金額 對 更誇張的是你如果不夠錢 我還可以源源不斷的補充給你 對 所以你只要看著這個 你看我剛才說 你一共收入是4000萬 然後你賺了2700萬 簡單來說 他的毛利率有65% 也就是說 木可公司跟這個 柯文哲總部在往來的過程 他賺65% 那你想說哪有賺那麼多 你不要亂扯好不好 有 我講幾個例子給大家聽就知道 你看 他們有什麼 他們有行動電源這些東西 把這些行動電源來說 你看 他們最高成本是612 可是他可以賣到2599 這個保溫瓶的話 這個目前為止來說 一瓶成本是1158 他賣3599 所以我剛才算60多%的這個賺 他真的是可以賺這麼多錢 你看光是這個 那你說那你又亂扯 沒有 我們這個所謂成本 是從他裡面的支出裡面來說 他算出來的 他有多少個 然後我們把它算出來之後 他成本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說木可是雙刀流 對 雙刀流一把刀 去凱晉學總部 對 雙刀流一把刀 對 雙刀流一把刀 割小草 對 他就這樣賺 兩邊賺 然後你還要給他授權費 這樣子源源不絕的進來 然後賺的錢 都流到這個木可公司 那你可以看到 你看 這個柯皮 你看在這個時候 不斷的狂推 這個行動電源也很讚 然後這個水平很讚 這為什麼 你這樣一直狂推來說 原來我們現在才看到 最後才知道是什麼 對 你是在替木可賺錢 你不是在替 你不是在募款 反正你只要賣越多出去的時候 木可的錢就會流到 越多到木可公司 對 所以就表明你其實是在賺這個 好 那我再跟他講 這也太誇張了吧 寶姐 那還有很誇張的是什麼 你看喔 這是他賣 他買木可公司的喔 木可公司還買什麼 咖啡盒 他光是跟木可公司 保證人知道 他一共買了273萬7千塊的錢 這個狀況 那這個是多少 一共買了4114盒 4114盒裡面來說 一盒有10包 一共買了4萬多包 的這個咖啡包 那你想 這個我跟他講 因為我本身有在做咖啡 我非常清楚這個咖啡的成本 我跟他講 木可賣給他這樣子 平均的一個咖啡 一個咖啡包 每天是賣給他 60塊的成本以上喔 但我跟他講 這個成本不到10塊錢 所以你就知道說 木可公司根本 他賺了非常多的錢啊 他光是在跟總部往來的過程裡面 他就賺了很多錢啊 可是你剛才講到 如果今天競選總部買了 4414盒的咖啡盒 對 那我要問的是 那4414的咖啡盒跑到哪裡去 對 沒錯 你今天在台灣有這麼多人 收到這個4414的嗎 今天科文德都是有盡無策 只有別人給他 有他給別人嗎 那如果沒有他給別人 那為什麼你今天 還要給木可公關 這麼多的這個所謂的 買咖啡盒的錢呢 所以你買咖啡盒的錢 到底是來買咖啡盒 對 還是木可去做咖啡盒的成本 是你出的咧 對 所以我們要問 這個很多民眾黨的這個相關 如果去參加肇事長 你有沒有喝過咖啡 沒有啊 你有沒有拿過咖啡 沒有 好 那他為什麼要跟他 買那麼多咖啡盒 買到你那邊去 沒有用 而且我跟你講 這個咖啡的成本 是相當貴的咖啡成本 所以他 可以說一般只要10塊錢 對 他居然一包賣到60塊 我就直接 直接6倍 所以我剛才就說 他就是想方 如果你仔細看所有的成本 他就是想方設法 讓木可公司賺錢 還有什麼保洁 我們剛才不是講胖卡車嗎 對 胖卡車也是一樣 你看 他所有的支出裡面 他租車嘛 他跟木可不是租的這個胖卡車嗎 租了兩個 一個胖卡車的這個租 租賃 然後還有包括說租車費 兩個加起來的話 一共是120萬左右的租車費 好 那麼他120萬租車費 你可以看到 這個奇怪奇怪在哪裡 你看他也是 他有跟別人租過車 你看 什麼和雲行動服務 然後一大堆的租車公司 你看 他每一個大部分租的車的 這個錢 都不是整肅 但是遇到木可的時候 全部都是整肅 一個是80萬 然後一個是120萬 好 那這個詭異 詭異在什麼東西呢 保洁 那胖卡車就是這一台嘛 那胖卡車你要租出去 那胖卡車 我們用行情來估算 買下來的話就是50萬左右 買一台50萬 50萬 它是兩筆喔 對 1筆80萬 1筆120萬 對 兩筆加起來就200萬 200萬 我可以買4台 會好 那你知道 好 你說整修好不好 整修了不起 多10萬 所以就是10萬左右 那整個加起來的話 就60萬 這是掛在他們帳上 60萬的一台車 結果你看 它光是租車費 胖卡的宣傳租租費 還有 胖卡宣傳車的租賃 還有租車費 兩個加起來就 冷霸斑 那我也這麼好做 那我也去弄一台胖卡車 我租給你 算了 我只要買60萬 然後可以租給你200多萬 我去天下 哪有這麼好做的 不是 而且剛剛誇張是好 你今天如果跟胖卡 來租車的話 你算不算司機 是 有人講說 你就算算上司機 也不合理 好 所以你知道 我們剛才講那麼多來說 你看 這最後的錢都是留下來 你只要知道 它整個報仗的程序 是這樣子的 權利金 是由總部支付給 這個募可公司 所以募可公司 賺了權利金 再來 你總部跟我這個所謂募可公司 買的東西呢 只有兩個特色 一個特色就是 數量到了你那邊之後呢 你怎麼運作 我根本完全沒有人知道 再來就是說 報價都是比 外面的高非常多 所以總結下來的話 我就跟他講 為什麼募可公司 會賬上4千萬 因為保證人家 他是111年才成立的 然後他真正運作是112年 也就是說選舉的時候 才剛運作沒多少 他一年就賺了4千多萬 現在賬上現金有4千多萬 所以現在檢料很簡單問一個問題 就是 這4千多萬是誰了 所以為什麼要壓安 為什麼要李文娟要起訴 為什麼他的這個會計要起訴 因為很簡單 募可公司是整個的核心 柯文哲想幫設法 就是讓募可公司 帳上累積了4千多萬 然後你真正運現金 你管不到 未來我可以用募可公司 我要怎麼用就怎麼用 只是說現在被人家抓到了 你募可公司的4千萬 那怎麼辦 那我就把它捐出去 你以為捐出去就沒事了嗎 這些都是成為你的呈堂政共了 所以董事長 今天一看就有人在直算 你今天做的行動業 你的成本到底是誰輸的 而且我們之前講過 你今天洋洋傻傻 列了一堆我給募可公司的錢 後來大家想想 不對啊 你到底是跟募可公司 來買禮物 來買產品 還是說你這筆錢給了募可公司 就是他的營運成本 也就是募可公司所有的營運成本 都是柯文哲負責 就在競選總部cover掉的 天底下哪有這種事情 這個事情 這終歸一個結論是什麼 我們要回頭過去看 我要做幾個結論 讓觀眾清楚了解 第一個結論就是說 柯文哲利用2024選舉過程當中 搞藍白和搞民調 搞到他聲勢其為 聲勢暴漲的狀況之下 創造出非常多的期待值 所以他的募款非常成功 真的假的 然後昨天我們在談這個事情的時候 宇軒指出一個東西 他沒有支付給任何一個 立法委員費用 對 所以他所有的選舉 就是他一個人 就是他一個人 對 他自己一個人在選 自己一個人在賣 自己一個人在賣 因為我們嘴角 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的 這個所謂的競選支出 還有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的 競選支出 大概都有三千多萬 是交給什麼 交給我們的這個候選人 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 也就我跟你聯合造勢也好 我跟你聯合 我有些錢是我們共同承擔的 可是 柯文哲一毛不拔 柯文哲沒有這個支出 所以他整場選戰當中 所有的募款 所有的一切的廢銷 全部他一個人 對 所以沒有任何人可以 他沒有任何支出 因此這個錢變得太多了 其實他根本沒有在選舉 他每天哪有在選舉 他每天都給你搞藍白盒 搞你炒作 搞你媒體 搞你活動 然後呢 他在幹嘛 小草募款進來了 然後民調第一名進來了 然後他的功能性民調 他那個民調跟我們民調不一樣 功能性民調 他的民調是拿給黨員看的 拿給金主看的 拿給小草看的 一直不斷地吸金嘛 所以他在整個選舉過程當中 就搞了一個第二個非常成功的 吸了很多錢 我估計他大概應該經濟5億左右了 那那個多錢怎麼辦呢 因為第三個更重要 誰敢做主來花這個錢 這我柯文哲選舉 所以換言之講 我發現這個很嚴重的問題 這整個新選總部的在 金錢的支配收支上面 唯一可以做決定的人 柯文哲 一個人就柯文哲 今天我看出來這個事情 為什麼我來證明這個事情 我們看到最近這個所謂 李奧公司負責人出來喊話 這個案子會 不要抗是什麼事情 就他的聲明嘛 假發票 假帳 這個報作假帳的聲明嘛 一個聲明變成偽造文書 讓調查局介入 讓北檢介入對不對 那為什麼就是 那個過程有一個非常曲折的過程 對 要曲折過程 他跑去問了這個黃珊珊 問了許甫啊 結果他們都不敢回應這個事情啊 我在想說 怎麼會不敢黃珊珊 是應該可以回應啊 對啊 第一個我認為說 被你找處理就沒事了 對啊 把它拿回來就沒有事情 怎麼搞得發聲明呢 一個小小的一個商業公司 你敢對民眾黨公然挑戰 對 很勇敢的 我跟你講不是那麼回事 是什麼 逼著她走投無路嘛 你們要搞我 變成我買賣發票了吧 就非跟她拼不可 為什麼她不能 為什麼黃珊珊不能決定 對 關鍵啊 黃珊珊不能處理 許甫不敢碰 對 為什麼黃珊珊跟許甫不能夠做主 這個是太奇怪的事情了 搞懂了嘛 為什麼 就一個人可以做主嘛 柯 就是柯文哲一個人嘛 那柯文哲跟誰做主 他為什麼要告會計師 因為會計師聽誰的 聽柯的 聽柯文哲的嘛 所以柯文哲反對告會計師 黃珊珊堅持 即使已經在刑事 已經是成案 在北檢成案以後 還要再告他一下嘛 他告他自清嘛 自保 要自保嘛 所以這個問題說 我剛剛從我剛剛開始談 錢太多 變成拼命A 拼命A 拼命灌水 亂找項目 所以所有的錢 都是在柯文哲主導之下 進到柯文哲的帳上嘛 什麼帳上 木口公司 所以你看到沒有 現在檢調的處理是 李文堅150萬交保嘛 然後這個何愛婷50萬交保嘛 這個東西就是做帳的人先幫你交保 所以今天搞清楚這整個事情之後就知道 全部的計劃柯文哲 執行柯文哲 創意柯文哲 然後所有的負責任人就是柯文哲 但這個事情不是很大 因為大概判了兩年三年 判了兩年三年就是很難看 但這裡面有個可惡的事情就是說 他是台灣歷史上第一個素人從政 即他的肩膀上 跟民眾黨肩膀上 背負的年輕人對他的期待跟熱情 就讓他來詢騙 大騙子 這種不要臉的大騙子 他來割小草 不是 騙子嘛 我去早餐店上班一個月賺一萬塊 然後我捐給你一千塊 然後你把我拿去放口袋 對 這種不要臉的爛貨 而且還跟我講我很窮 對 不要 還跟我朋友這邊拿了一千萬 對不對 裝窮裝死 整個事情就是一個 21世紀利用選舉最大的騙數 然後最後一個結論 他騙了以外 還有一個最大的結論 笨 笨 你知道為什麼笨嗎 寄予且賬 你知道他為什麼笨嗎 為什麼笨 他不知道民進黨多厲害 民進黨老幹家啦 民進黨從國民黨實在鬥過來了 你這個鳥 你這些怪事情 你的手都讓我們看破了 我跟你講 民進黨在他民眾黨內部 早就已經不見不見了 是假的 當然嘛 怎麼沒有情報呢 你剛剛這個事 第一個爆料是誰啊 Grace 不是Grace 王毅川 王毅川怎麼知道 當然有勤知嘛 是 當然 當時在時代力量的時候 連黃國昌在內部的講話 都被錄音 你講話裡面所有的一舉一動 民進黨都遼如之掌 如果民進黨可以這樣子 對付時代力量 他怎麼可能沒有辦法 這樣對辦 時代力量的規模有像 的規模有像柯P情片 那麼大規模嗎 沒有 他既簡單粗暴又亂 就是混亂無比 那麼多證據留在後面 根本就民進黨虎視眈眈 等著你犯錯嘛 所以現在只是開始時間 開始到達那個秒鐘 開始跳到那個時間點 近時大戰爆炸 對 我們在裡面 你唯一有選舉的今天 你也應過面子 現在他說花了 光是這種面子 居然花了900萬 900萬你說 900萬元可以做900萬份的面子 900萬份的面子 我要問是 那不是全台灣 每一家每一戶都有了吧 所以我今天早上的 我今天中午的時候 我還試著嘗試 幫柯進辦緩夾 我說他有可能還幫他 十個候選人做 因為像國民黨跟民進黨 是我們每一個立委 自己出錢做 把總統的Logo放進去 所以錢沒有在總統進辦 是我們每個立委分開來做 錢是散的 他如果好心一點 他幫每一個立委候選人做 做完了以後給他們發 結果我剛剛上節目的時候 對面做的晚會 我在廣告時間這樣說 說完了他跟我講說 對 可是我們要花錢跟進辦買 我說真的還假的 天啊 花了900萬去做一批面子 然後民眾黨的候選人要這批面子 要自己花錢買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進辦這900萬到底花在哪裡 對 如果還有一筆收入 那收入呢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柯文哲跟他的黃珊珊 這個算盤打到自己人身上 真的是打得太瞎了 他一毛不拔了吧 今天你剛剛講 他的所有的競選支出 是給了地方候選人是零 這個零不但是零 你還可以收錢的 而且我因為昨天才回國 我回國以後才開始看 那個陳志涵那一天在記者會 公佈的一些所謂的 被漏爆的單據 我一看我覺得 不看不瞎 一看更瞎 可能記者朋友在現場 他沒有作帳的經驗 所以他沒有看出問題 但我一看我就看出好幾個問題 第一個他有這個黏貼憑證 有核銷憑證也有付款單據 但他付款的轉賬匯款單據 但他缺了一個最重要的東西 什麼 發票呢 為什麼沒有發票呢 這三個裡面其實最重要是發票 因為我付錢給了雨萱 雨萱開發票給我 這樣才叫交易完成嘛 我轉錢出去了 對方沒有開發票給我 所以不是端木證不幫他們報 要報出去要有發票 對 大家知道監察院的政治現金 是怎麼報的嗎 我們看到只是網路上去 key in那一個表格 對 那個是外面的人可以看到的東西 但實際上我們的申報 不是這樣的 監察院給我們要求的 申報表格之嚴謹 是不容你有出錯的可能 他有一個系統 你要一筆一筆key in 你要印出來一個所謂的 黏貼憑證的表格 再一張一張的把你的單據貼上去 所以怎麼可能你key in 96萬便當費 然後你貼上去一張960塊的收據 還有一張110塊的 你會眼睛瞎到沒有發現說 我上面key的是96萬 我這張收據怎麼會是 960塊 你是要按照監察院的系統key in 然後印出監察院的表格 再黏上你的收據 然後一頁一頁一頁 最後完成一本一本的佈記 對 通通是監察院的系統 然後那一本一本的佈記 才是要申報的東西 不只是你網路上看到那個Excel的東西 所以監察院的 這次現金申報系統 不容許錯誤到這個狀況 所以你們不要說什麼誤登漏報 端木證之所以 沒有把這15筆報出去 是因為你沒有發票給他 他怎麼報 那請問發票呢 陳志涵你既然公佈了73張東西 黏貼憑證 然後這個匯款單 那發票為什麼不公佈 發票不是最重要嗎 第二個是 大家如果仔細去看 他那個黏貼憑證 很好笑 有授權人 有複合者 複合就是這個 我再次double確認的 還有出納 大筆的支出 百萬以上的 照理說要有複合者 就是第二關 對 複合者 有一些黃珊珊有簽名 但是有一些複合者的簽名 被馬賽克掉了 請問一下 禁辦裡面有誰跟黃珊珊一樣權力 可以去複合這個大筆的支出 只有總幹事才可以啊 可是又要馬賽克保密 所以這是馬賽克掉的 現場你都要公佈了 為什麼要馬賽克保護這個人呢 代表這個人沒有出現在那一天 記者會的那一排 而且代表他可能 他簽這個複合賬是有問題的 還有神秘人 還有權力一樣大 可以批錢的神秘人 而他們不敢公開 那這神秘人是誰 是柯家人還是誰家人 你不公開 第三個很好笑的是 幾乎每一張都會有出納人 複合者跟這個核准人 唯有付款給募可公司的 通通不用 就直接一張黏貼憑證 加上這個匯款單 沒有複合的人 沒有複合的人 也沒有出納的人 也沒有這個申請人 通通不用合也不用填 下面的人員全部都是空白的 就直接付款給募可了 所以募可是怎麼樣 募可等於是 民眾黨的黨營事業 這個財務 民眾黨進辦的財務大臣 是哥哥李文忠 募可的經營人是妹妹李文娟 然後裡面的工作人員 還有人在募可領進辦前的 所以他們是一套人馬 所以這是不是企圖吧 小草門的政治獻金 用無軌搬運的方法 弄到募可這家私人公司 那我想請問 募可賺錢最後是誰賺錢 募可幕後的股東是誰 真的是李文娟出資 還是後面的出資者 到底股東是誰 到底是誰賺了這一筆錢 我們聽過了 Bir道理 馬來自我們 為了一部下集 我們更多節目 在社會社交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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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查很多地方 我們一定有